今天黃剛剛看到的是布林肯跟蘇利文會後記者會的公開說法 那這一次楊潔篪說中國人不吃這套 淘寶立刻熱賣一大堆中國人不吃這套的T恤啊 這一個包包啊各種商品 然後同時呢中國駐法大使還講個狠話 他說呢中國式的戰狼外交是因為瘋狗太多 那美中現在是陷入一個超級波富對罵的處境了 對你會發現美國跟中國在這一次我們講說2加2的談話裡面 雙方可以說是你來我往火藥味十足 而你來我往火藥味十足裡面 但是有幾個讓大家覺得哭笑不得的狀況 什麼叫哭笑不得的情況呢 第一個你會發現喔 楊潔篪在一開始要拉高衝突的最原始的理由是講什麼呢 原來我們發現一開始的時候大家講話就是 四個人一個人兩分鐘兩分鐘 結果呢這個楊潔篪抓的理由就是 你這個布林肯再加上蘇利文你們兩個講話的時間 這個將近5分鐘超過原定的4分鐘 所以這表示什麼 你們欺負中國人看不起中國人 我第一次聽到因為講話的時間原因 然後構成了歧視的條件 然後再加上對於前面布林肯的講話 他認為說這個你 你美國沒有資格講實力這件事情 然後你們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 你會發現很奇怪一開始講話的時候呢 這個楊潔篪就把調子拉得很高 所以呢用了人家講話將近5分鐘 當理由就是他一講講了16分鐘 然後16分鐘再加3分鐘 再加王毅講了4分鐘 一整個就大超時 然後在整件事情上面你會發現呢 這個整個一輪彈下來前面一大塊的部分 我請問你一般的美國民眾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是一場這個有建設性的對話 還是你會覺得這就是一場被洗臉的對話 多數美國人一定是覺得被洗臉的嘛 因為你前面的部分一開始就被人家長篇大陸 遜了一番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後面 即便布林肯跟蘇利文兩個出來 在講說他們已經這個雙方呢 有展開理解跟建設性的對話 然後你去看蘇利文還講什麼 他講說美國方面這一次是清醒的來 而且帶著清醒的離開 這句話其實對美國人來講 不見得能夠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會看到龐佩奧 就美國前國務卿 他在週末的時候呢 他的兩篇推特 他的第一篇推特寫什麼呢 他的第一篇推特寫說這個 這個實力才能夠打敗那一些壞傢伙 然後呢 這個你的虛弱 你只會招來戰爭而已 所以龐佩奧話講得很重喔 他就告訴你說 這個你的虛弱你只會招致戰爭 你只有靠實力才能打敗這些壞人 所以他話裡講的意思很明顯嘛 他就是不認同布林肯他們的處理方式 他覺得這個做法太軟弱嘛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龐佩奧還特別發了一個 1300多天的時間上去 這顯然龐佩奧已經暗喻了 四年後的總統大選 也就是說 這個看起來他認為現在 照做的狀況並不好 所以呢 下一次的總統大選 龐佩奧有可能是要出來挑戰的 第三個 龐佩奧還接受了福祉新聞的專訪 那上面也就直白的講 他對於布林肯和拜登的處理方式 他很失望 然後龐佩奧的講法是什麼呢 他說如果是他遇到這種 中國出來saving的狀況 中國在罵說這個你們不能夠把 這個中國有中國是民主 美國美國是民主 然後你們美國自己人權也不好啊 龐佩奧說 如果他聽到這句話的話 他一定會去隸屬你們中國 哪一些地方處理不好的地方 至少他會把中國病毒四個字講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龐佩奧去突出 他做的會跟原來現在 布林肯他們做的不一樣的地方 但好啦 整件事情你就會發現 對於中方 對中國方面來講 楊潔篪跟習近平完成 他們要的大內宣的效果 所以既然有大內宣的效果 你就會發現 大家就帶著大內宣回去之後 開始狂推那些 我們講他們的產品嘛 所以剛剛上面 我們有看到是不是有賣T恤 我們告訴大家 你以為只有T恤 錯了 這個淘寶上面 現在什麼都賣喔 手機殼也是中國 整個淘寶現在都是中國人不吃這套 對 那個手機殼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然後水杯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水壺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雲傘中國人也不吃這一套 然後連手提袋也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什麼東西都有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現在已經變成暢銷商品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情況之下 對楊潔篪來講 這根本是已經 一先安排好的一出大戲嘛 然後同一時間你也看到 中國駐法國的大使 他們在打壓法國的參議員 不准到台灣來訪問 而這一件事情呢 它是正面的槓喔 你去叫人家的參議員 不准到台灣來訪問 我坦白說你憑什麼 限制人家法國人的人身自由啦 但是對這件事 中國的戰狼 依然可以正正有詞的告訴你說 我們哪有限制你人身自由 我是要你尊重一中原則 而且之所以會戰狼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瘋狗多 哇你要想說這個 中國駐法國大使如殺野 人如其名又如又殺野 講的話就一整個 就是非常的不像是一個 正常的外交官該講的話 然後在這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什麼呢 這裡面你看到 這個除了戰狼之外 那你也會發現一件事情 真正的本質是 整件事情其實回過來談 他還是看到了 美國跟中國之間的大國競爭 在科技戰場上面 在網路戰場上面 在影響力戰場上面基本上是不會停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 我們也看到真實在醞釀中的事情 在這一個禮拜的時候 這個布林肯走完了 這個美中跟美韓和美日的行程 這個禮拜他的行程是在歐盟 所以很顯然 他談完了這個部分 他們研判完了 現在要跟歐盟這邊再繼續在做 他們的圍堵跟交朋友的動作 然後另外一個 你也看到4月份的時候 日本的首相菅義偉 他準備要到美國去訪問 跟拜登兩個人會見面 減敗會 敗減會 所以從這裡面你也會發現 拉盟友動作是很明顯的 所以美方到日本去的 這個我們講說他們的2加2會談裡面 談出來那一份美日的聲明 那個聲明的內容很顯然的 他把日本過去在美日安保中定義 周邊有事的應該要主動防衛的事態 他把這個台灣海峽給納進去 所以從裡面你可以發現一件事 日本有一個趨勢喔 看起來他們應該會預作演練一件事 當美軍如果介入台灣海峽跟台灣的這件事情的防禦 跟突發狀況的時候 日本是很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他要去預先模擬一些他到時候該怎麼做的一些安排 而這個事情呢 也跟去年10月的時候 簡易偉出訪的時候剛好相呼應 簡易偉當時在出訪到東南亞去的時候 他也談了一件事情 他當時也批判了 中國在南海上面有很多的人工島礁跟軍事行為 所以從去年延伸到今年 你大概就可以發現這個美日印澳之間 以及對這個相關的 對中國的圍堵這個動作還在進行當中